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波蘭人對上立陶宛 那這場比賽是由Viper對上天梯高手 這位是... ブレイキン・デイ ブレイキン・エンディ 啊 原來是這樣子唸啊 突然英文苦手 這個我只算是不太會唸 這個怎麼唸都會唸成日文版本 所以大家 如果可以的話也可以在下方 幫我補充一下這個發音 好 那這場比賽蠻特別的 是超級隨機 那對手呢選立陶宛 那這個超級隨機他也是有夠賽的 那這邊直接選立陶宛 那立陶宛一開始的RO 是比較多的 一開始會送你150RO 所以你前期喔 不會斷村喔 出這個棒棒 然後他又超級隨機 一開始又有軍營 所以這個棒棒出門時間 是跟鬼一樣的 看Mipe有個軍營 看他出門時間已經是 Mipe村民只有7隻的時候 就已經有棒棒在跑了 那這一場我們就不用這個 戰爭迷霧了 因為用戰爭迷霧的話 可能會看不太多 就太到一些細節喔 這邊地圖會非常非常暗 好 那這邊來看一下 欸棒棒過來 看到路群直接開一敲 哇太狠了 這一場真的是太絕了 絕上一個絕 肉馬過來 看到 但是一直被趕 哇又被敲一隻 那斯蒂日國的機制蠻特別的喔 只要你用軍事單位喔 去殺野豬 或者是打這個羊或鹿喔 這個肉喔 會立刻消失喔 直接原地蒸發 跑到義次元裡面喔 所以這個前期喔 要非常注意一下這個 野豬 跟這個鹿喔 的一個位置喔 這樣立陶宛這裡就真的很狠 直接用這個棒棒 拋死所有的鹿喔 那讓viper就會很傷 因為畢竟 超級隨機障礙圖裡面喔 他的肉 是不是固定的 像這場地圖 他的鹿肉就很多 那他這裡直接被尻完 的話 那你看對手 這邊還可以趕鹿吃爽爽 六隻鹿一直吃一直爽 但是viper的鹿就是 被尻完了 所以viper只能靠這個 豬肉 跟這個 羊肉 去吃個寶 那這場地圖還行喔 是不是還有這個 還有 這也不算排 河流 那這個河流都有大魚 所以吃魚也是一個 重要的一個標的 好 但是這邊超級狠 viper 直接圍兩個 三個 五直接圍起來 但是這裡圍的 漁港位置 可能要想一下 因為這個小魚在這邊 如果他要靠這個村民去吃魚的話 蛤 差點被打掉了 這個碼頭 那碼頭直接敲了起來 木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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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修一下 OK 但是你看這邊 如果他是這樣子圍的話 這個魚群就吃不到了 有點可惜 那這個村民喔 只能 只有修牆的份 趕快出第一艘魚船 魚船快出 但是對手立陶宛也是出了這個魚船 那就是立陶宛一開始 強勢的地方 然後這邊想要秀個操作 把對手的棒棒圍起來 這個狠狠 哇 哇 哇 我的老天 欸 欸 又被打破了 完了 跑進來 這應該沒救了 這個 遲早還是要被抓 哇靠 What the fuck 我看了什麼 這個 把WIP5滴血的村民 本來以為要被收掉了 結果他又把自己包了起來一次啊 這個真的是 太狠了 他這樣子就可以讓這些單位一直在這邊 守這個村民了 然後讓這些棒棒不去騷擾WIP家的一個資源狀況 這個就相當重要了 像我們一般玩家早就被殺爆了 然後可能被拆碼頭之類的 那他這邊有可能就開始去針對這隻村民了 等他把這些軍事單位困在這裡 盾去別的地方拆這個碼頭 碼頭就被拆得比較慢一點 那BIP5就可以繼續補 這個是相當細節的一個地方 這個真的是一般人做不出來的事情 BIP5居然 輕輕鬆鬆就秀了這一把操作 好那稍微看一下 那波蘭這個文明 波蘭這個文明 算是經濟非常好的一個文明 他本身是挖石頭有加成的 就是要挖石頭 黃金就會一點點跳 然後呢 這個大莊園呢 可以增加一點人口 但是喔 木頭是需要125 所以木頭消耗非常的大量 但是好處是呢 在這個大莊園旁邊 灑農田的話 可以立即收成10%的一個肉量 所以我覺得波蘭是西帝國裡面 肉類獲取最快的文明 不然其他的文明都是 吃農田我加成 不然就是農田捷麵喔 或者是依次元農田糕麵 但是立即收成這種事情喔 是波蘭特有的能力喔 在其他文明裡面 是完全看不到的 所以波蘭打到大後期的話 這個肉量真的很誇張 好 嗯 波蘭除此之外呢 還有這個回血能力喔 那個村民喔 會一直慢慢回血啊 本來被尻到剩下5滴 好 到了封建時代之後 每分鐘可以回10滴血啊 那黑暗時代是5 每分鐘5滴 所以這隻村民喔 本來可能被打到殘血了 然後可能到了封建時代之後 用滿血可以走出去嘛 這都是有機會的 好這隻肉量被抓掉 看來是被偵查沒機會了 好 那Viper這邊 打算要小微一下 喔 可以讓Viper小微的男人 都不是泛泛之輩喔 好 到封建時代之後 第一艘火魔頭出來 我要來燒喔 但是火魔頭一出來的話 村民是跑不掉的 前後包腳直接不燒掉 但是Viper還沒有出自己的火魔頭反擊 看來是要棄海了 那棄海的話 雖然還是有點傷喔 但不會太傷 因為自己只出了三艘魚船而已喔 看來Viper只出三艘魚船 也是意識到自己會比較 晚上封建時代 因為畢竟沒有入肉 所以魚船沒有按太多 這就是一個 風險的取捨 自己並不會損失太多魚船 但是也可以吃到 黑暗時代捕魚的紅利 好 床槍兵出來 沒戳到 直接跑走 好 那這個喔 房 房子蓋在TC旁邊 這種世界奇觀景象喔 也只有波蘭會遇到 原來波蘭基本上是不會在TC旁邊撒田 哇 這是抓到一村的意思嗎 欸抓到了欸 哇 微笑 微笑 沒關係 村民沒有死 就不算死了 原來他村民會回血 哇 戳死 很讚 沒關係沒關係 波蘭的村民是會回血了 你看 波蘭的一個優勢喔 直接打好打滿 然後再繼續撒田 那波蘭只要一直在這個大宗裡面 旁邊撒田的話 他的優勢喔 會滾雪球的方式喔 越滾越大 因為你們要想 一開始這個田喔 這個農田要算480好了 好 一片田480 欸不是480 欸看一下肉量多少 欸 肉量是 225 好我們算225好了 兩邊都是225 然後如果是撒了10片田的話 對不對 撒了10片田 波蘭就立刻擁有 225肉 大概是這個概念喔 非常的快速 那這邊看起來 補魚慢慢補 雖然看起來補了很多肉的感覺 確實也是補了很多肉 但是波蘭這個大裝備能力喔 也補足了這個肉量的一個缺 缺法 那這邊肉馬持續在騷擾 看一下資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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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突然找不到 好 現在繼續來講 好那立陶宛這個文明喔 也是相當的猛 他也算是個騎兵文明 那立陶宛一開始有這個肉量加成之外呢 他的這個騎兵喔 也是非常誇張 我們先看一下 看一下這邊 看一下這邊 這邊跑過去 好 這邊他這個騎兵呢 是這個獵提斯喔 他的寶兵是UU獵提斯 那只要沒撿一個遺經呢 那獵提斯喔 跟自己的騎士傷害喔 都會加一攻 那立陶宛在衝到城堡時代 撿遺經就顯得非常重要 所以他封劍打肉嘛 然後再加上長湯鞭啦 或者是毛兵的一個加持 很容易再讓前期獲得一個優勢 那他的長槍兵跟毛兵 又有這個10%的移動速度加成 所以再讓他在封劍時代 特別容易打贏封劍戰爭 然後藉此獲得優勢喔 掌握遺經的一個位置 以上城堡時代喔 就可以趕快出這個 森旅去撿遺經 那沒撿個遺經 那沒撿個遺經 列提斯就越誇張喔 所以立陶宛的玩家喔 每一個人喔 最主要做的事情喔 就是去撿遺經 你可以什麼都不做 但是遺經一定要撿 這就是對立陶宛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那這邊決定是打一個強攻路線 直接出工程器製造所 在右側這個礦區喔 哇這邊石頭跟黃金只要被鎖住了 好那這邊擠馬開點像 點出奇事 沒有挖石頭 所以不會有UU的提示 那黃金有點少 這邊黃金可能還在補一下 最好是補到13或14左右 這樣才能足以支撐自己的修道院 跟自己的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只單出工程器跟騎士是夠的 通常還要再出個森旅會比較好 一兩隻森旅 欸但是直接壓城堡壓在大莊園這個位置喔 這個想法非常好 只要這個波蘭喔 有這個大莊園守得住的話 都可以逆轉為奇蹟阿 這邊速圍一下 哇來不及下面這個沒有先敲到一個地基 直接讓他溜了進來 但是後面喔往後開這個TC 那左邊喔這邊也可以考慮開一個喔 慢慢把TC往左開 好 修道院一下了 這時候就一定問我說 欸為什麼 你每次都知道對手要幹嘛 其實我不知道對手要幹嘛 只是 他們這樣打一定是會這樣蓋這個建築順序阿 因為你不這樣打的話 很容易就翻車啦 因為你已經投資這麼多的建築當中在前面了 你一定是要打一個成功騷擾 那你要打一個成功騷擾就不肯做半套 就好像你去喝茶一樣 你只喝個半套 本身不對勁嘛 通常都會喝個全套之類的喔 雖然我是沒喝過 雖然我都喝為一堂 正常冰 你們懂的 好不講幹話 好 那這邊 生旅出來 欸結果在發呆 沒有趕快去撿銀機嗎 這邊應該是有看到一角有 這邊修道院 好那我們這邊開始用這個戰爭迷路來解說了 好那遺跡的部分呢 目前立陶宛喔 只看到兩個遺跡 那第三個第四個遺跡喔 還要再找一下喔 好白白的第三個體系開 右邊這個位置 想要打破這個窄口 好立陶宛這邊點下這個神聖思想 神聖思想點下之後 生旅的血量可以多增加15滴血 那血量多增加一點好處的話 可以多擋一下這個騎士的異道 可以增加這個招響的機率 因為之前有觀眾問我說 欸為什麼生旅行一定要點這個血量啊 這個血量有點跟沒點一樣 確實喪是如此喔 因為他反御於 40喔 但是 他的優勢喔 就是這個 血量增加 增加這個招響的機率而已 完蛋這個掰了 你看這個 沒有增加血量很容易就會被這個頭實測喔 一巴頭實喔 但是如果是增加血量45滴的深流 被頭實車正面砸到喔 還不一定會直接原地倒 原地暴斃喔 這就是有加血量跟沒加血量的差別 好 那目前viper被團團圍住 連自己的野礦都被蓋TC喔 這個有點狠 好 而且這邊viper裡面的石頭還被吃完了 剩下的石頭在右邊喔 如果他想插城堡插出去的話 也有點困難 然後大莊園農田 這邊 前面這塊區域喔 也被騷擾到不能種田了 這就是波蘭的 最大問題喔 哇靠 這邊還直接招森林 然後直接幹 viper的農田 還直接把他的農田也滴掉啊 哇立陶宛這裡太狠了 這裡大片田喔 直接被對手 招降村民喔 直接去種 然後全部滴光了 還有這邊至少損失了240木頭 還有大量的肉 哇 那後面呢 只剩下一個大莊園可以再繼續灑田了 那只有三片大莊園的話 騎士可以上帝龍時代 波蘭這個文明就是這麼神奇喔 你只要三片大莊園灑慢的話 二四片田 上帝龍時代是綽綽有餘的 好 那這邊點下了貴族特權 怪族特權點下之後 突然騎士黃金的折術喔 可以直接打6折 那變成說他出一隻騎士 只要60肉30斤而已喔 相當省 好那30斤的騎士 加上60肉 等於是出你一隻 會跑的裝甲步兵 再加10塊錢 就可以變成騎兵版本 你花一隻 花個10塊斤喔 就可以讓他騎馬的概念喔 裝甲步兵 原來裝甲步兵的招架是 60肉 然後20黃金喔 但是貴族特權騎士喔 就是只要這個60肉跟30黃金而已 好這邊mip想要秀一下 想要把這邊關起來成門 但是跑出來一隻 趕快招一下 直接抵掉 喔關起來了 哇太狠了 mip這邊直接成門堵住 這邊三隻騎士喔 已經甕中直接了 全部歸一吧 欸來不及低調 申旅直接 處理掉這邊四隻騎士喔 這就是為什麼 城堡時代 申旅是如此的正調 城堡時代遇到哪個 肯定是要出這個修道院 不出修道院都下去了 例如我 但我現在也會喔 開始出這個勝率 那高手看高手打多了 也知道這個修道院的重要性 可以補血又可以抵抗對方騎士喔 重要 好 那viper這邊沒有想要樹上帝王 而是要打這個貴族 特權騎士喔 開始反殺對手 這邊爆騎士的數量非常快喔 四個馬舅 四馬舅爆騎士爆得非常快 好那這邊喔 找機會點這個二級房喔 會比較好 好那這邊慢慢的 把自己的領土收復之後 可以把這個自己的大莊園 再擴張出去 那如果是要爆貴族特權騎士的話 最好是 丟到五個大莊園 這樣比較好上時代之外喔 才可以維持自己的一個大莊園 唉唷這邊直接砸了 呵呵 好痛 把他全部砸光 孫女全掛掉 然後這邊孫女直接突襲 右邊這塊地區很多村民直接硬身倒地 iper的孫女 村民已經被殺到16村左右 那立陶宛這邊村民直接突飛猛進到98村 那iper的村民就73村 落後非常多 哇 落後大概快27村左右 好那但是這邊貴族特權騎士非常便宜 可以利用這個便宜招架的關係 直接突襲這邊的TC 但這裡TC的村民數有一點多 好直接把裡面的村民打了出來 後面的騎士過來拯救 但是家裡也是被騷擾 現在左右兩邊都在開打 這邊大量的村民在中間這邊直接堵桶 馬就堵在中間 讓裡面的騎士無法出來支援 這邊的騎士有點 尷尬 沒辦法去支援 好這邊趕快再衝出來拯救一下 但是這邊村民沒有地方可以躲 沒有城堡沒有TC TC要被砍掉了 完蛋 那這邊TC被砍掉之後 這邊大量的村民可能要直接回城了 本來這邊開拓移民 現在要直接回國嗎 這是右邊的騎士 也全部跑到左邊來拯救這邊的村民 但村民還是直接被波蘭 Viper的騎士硬騎了上來 完蛋 波蘭貴族特權騎士超級多 而且現在有二房了 所以越來越多騎士過來支援 變成騎士戰爭 誰的騎士到底比較多呢 看來是Viper的騎士還是比較多 畢竟黃金實在太神了 30黃金 你出一隻要75 我出一隻只要30 我出兩隻還有得找 還可以找15塊 你出一隻 我可以出兩隻 哇 這根本就是 人家出一隻 買一送二的概念 這個肉量 這個黃金像是太便宜了 但是肉量還是要60 所以肉還是蠻缺乏的 但是這個波蘭大中原 就可以補足這個肉量的一個問題 好 這裡又灑出一片大中原 好 那大中原一直灑 這邊可以考慮把這個伐木場滴掉 然後這邊再蓋個大中原 然後再灑一片 好 中間把這個 沼澤地道 的足口先堵一下 確保一下這邊的路徑 好 魚這邊有點在發呆喔 沒有帶浮魚喔 這邊 裡面控不出來了 騎士直接硬砍長槍兵 把射女也全部砍掉 大量的貴族特權騎士殺了出來 哇 這個畫面 我的天 太狠了 真的是太狠了 對手立陶宛想用高地 打敵地的一個效果 去阻止波蘭的一個進攻 但是出戰不夠 完全沒有用 直接被硬生吃光啦 這邊還出自爆船 但是結果一出 直接被神寶撤爆 哇 好像很可惜喔 突然的騎士直接打擊進攻 但是這時候立陶宛已經上了帝王十代 那這個時候 Viper應該也是知道 對手是上帝王十代喔 因為 對方的兵這麼少 一定是跳十代的關係喔 那Viper應該不會再繼續出這個 騎士了 而是會開始純熱 去點帝王十代 好 這邊還有一些騎士 直接過來砍村民 然後幾隻 村民喔 再蓋建築物 再來蓋這個城鑲店 去阻止Viper的一個騎士進攻 哇 這一場也太好看了吧 波蘭 騎士爆 就是這麼的舒服 我覺得有一些新手們喔 喜歡玩馬國 法蘭克之類的 可以考慮玩一下 買一下DLC喔 玩一下波蘭 波蘭絕對不會讓你們失望 雖然他的遊俠 不像法蘭克遊俠到後期這麼強大 但是他的中期 跟後期 地出喔 是非常誇張的 這個騎士的數量真的很扯 非常推薦喔 大家來玩一下這個波蘭 而且DLC 隨時都會打折 所以 可以考慮喔 去買一下這個DLC 玩一下這個波蘭 波蘭真的不會讓你們失望 但是相對來說 他也是比較難一點的 所以想要挑戰 更進階的玩法 波蘭真的是蠻棒的 好 那白牌出了一個細節喔 出這個鎚子兵 那奧布奇戰鎚兵喔 是遊戲裡面喔 唯一會破防的單位 他每一敲一下敵人的雙防都會扣喔 近防跟遠防都會扣一 每一敲一下都是這樣子 所以對付對方長槍兵跟步兵單位 還有騎士單位喔 都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都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雖然不可能可以正面打贏 但是 對他們破甲來說效果是非常好 破陣來說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好 這邊馬頭要被砍掉 在裡面有突自爆傳 來不及炸 可能按下去也來不及喔 好 那這邊 買牌點一下草藥治療 好 這邊買牌點一下草藥治療 可以讓騎兵進駐城堡 可以快速回血 好 那這邊 還點一下這個奴炮戰船升級 看來 這個立陶宛想要借助 碼頭的這一個 海上優勢喔 去出一些戰船來守這個窄口 這個馬就 沒有用掉 這邊 可能還是要找個機會去彈掉 OK 騎士進駐城堡 騎士去外面出征之後 回到城堡裡面 大吃他喝一波 好 馬上就可以喔 補上自己的血量 在城堡裡面 享受大莊園收成的裝甲 這就是 突然的 閒俠意志 OK 直接戰錘兵 硬尻 這邊長槍兵 應該沒什麼問題 欸 但是列提斯出來了 列提斯2攻 哇列提斯超慘 雖然他可以無視防律直接進攻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遺跡在他修道院裡面 好 那剩下的遺跡 是不是都被VIPER奪走了呢 VIPER這邊是2遺跡 欸 這張地圖只有兩個遺跡而已嗎 啊 這好像是欸 欸 那整個地圖都找不到遺跡了捏 哇 有點尷尬 好 VIPER這邊兩個高地堡 守住窄口 那同時喔 也點一下自己的重裝騎士的升級 還有這個古風 那村民宿到了129村 兩邊村民宿都差不多快到緊繃了 那這時候 立陶宛點下寒海技術 寒海技術 寒海技術點下之後呢 可以增加這個 船艦的移動速度 那很確定喔 立陶宛是要來打這個海戰 那這個海戰我缺點喔 這邊只有一條河 所以你要殺到敵人家後面有點困難 不好意思我更正一下 第一個航海技術是增加船艦的護甲 那第二個 船屋喔 才是增加這個船艦的移動速度 直接開火炮戰船 這麼狠啊 化學點下 但是這裡有個自爆發過來 誒要爆了一下嗎 噢 我只摘到一隻 有點尷尬 好 突然的重裝騎士直接吃掉了 好 那殘血的騎士喔 可以趕快躲到城堡裡面喔 再去吃個肉 躲個血 但是大肉馬也出來了 化學點下 三級農體贏點下 好 波蘭伊騎兵出來了 波蘭伊騎兵 只要點下列克提示遺產的話 就可以增加自己的 大肉馬的踐踏效果 所以我覺得他肉馬 以侵略來說是最強的 波蘭的大肉馬 因為就算你後期喔 沒有黃金出這個 出重裝騎士喔 還可以出這個大肉馬 去抵抗敵人 好 火爆戰船直接開了出來 自爆發這邊被毒口 應該是沒救了 前後包夾大肉馬 直接被戳爛 瞬間倒地 好 MIPA這邊全是奴炮戰船 這一隻家的肉 也點下三級農田 三級農田也點下 來看看這個肉量有多少 好 好 495肉 哇 495肉 這就代表 一撒完田就會獲得49肉 那10片田就是400土屍肉 好 好 這邊其實是嘗試想要進攻去找個破綻打 但是這邊大肉馬進去之後 這邊其實防守都不錯 並沒有任何空隙 可以進攻立陶宛的人 家裡喔 他家裡也是圍的還不錯 而且裡面都是有一些經濟村民在裡面的 那外側就用這個擊兵喔 去各種追落 好 火炮戰船現在被奴炮戰船追著打 火炮戰船兩艘 那這邊垂冰 好 這邊還是精銳凹不齊垂冰防禦也點滿了 凹不齊打這些擊兵效果很好 直接穿腳 垂爆這些步兵 哇 這邊直接爆炸 這個擊兵傷害很低喔 只有這個 6加2攻而已 因為他本身沒有3攻的一個加成 是因為又為了要 要來 讓這個獵擊士跟騎射程來降低一點 因為畢竟每一個營 都可以增加立陶宛的一攻 所以他這邊近戰單位其實出的有點虧啊 立陶宛這邊可能考慮 要出一點遠程單位比較好 出個火槍兵之類的 好 但是這邊打算要使用奴炮戰船 直接攻堅這個攤口 繼續殺了過來 奧不齊 奧不齊要不要後撤一下 再往前有點危險 這個奴炮戰船 哇這尻到了欸 奴炮戰船突然沒防禦力了 8加0 好 但是奧不齊的一個奴炮戰船的船件數 讓騎士開購打海戰有點劣勢 但是沒關係喔 這邊直接正面進攻 但是這裡有一個火炮戰船要小心一點 好 劇情投資機開始硬炸火炮塔 OK 炸掉 那只要再炸出一個洞口 立陶宛就要大難靈活了 奧不齊的戰船越來越多 而且奧不齊正面直接硬扛 正面的效果非常強 奧不齊的一個裝甲 遠防有料 近防還有5 而且攻擊力有10次 重點是造價還很便宜 好奧不齊的船件越來越多 想要嘗試對抗對手的一個戰船 但是數量還是不夠多 而且這邊還出製造船 要稍微秀一下操作 奧不齊的操作 可以讓這邊 奧炮戰船輸出的空間越來越大 哇 這邊船間越來越少 但是正面 城堡可能要掉了 三個 劇情投資機 好 但是對手立陶宛 還出了大量的一個共同提示 想要來反擊 但是有點困難的樣子 奧炮戰船想要殺出重圍 但是還是有城堡的一個限制在 好 這邊直接個正面進攻 想要來阻止巨型投資機 巨型投資機直接被硬騎 騎士直接騎了上來 但是奧不齊 打掉了正面大量的疾病 後 開始包抄對手立陶宛 重裝騎士 重裝騎士 打掉巨型投資機 要趕快往後跑 這邊的話 黃金還被BIPER的村民 開始挖 這邊看到黃金被挖掉 心有不甘 直接打出了GG 正面沒有城堡啦 沒辦法 正面實在太難打 然後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 BIPER這邊改點都有點 立陶宛也是 整體而言兩邊經濟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波蘭 這個肉量或許實在太誇張了 明明是落後的狀況 但是肉量後期突然起飛 這個就是波蘭 10%的立即採收的一個效果 非常誇張 黃金量雖然波蘭這邊輸了一點 輸了3000黃金 但是 馬 波蘭 重裝騎士本來就便宜 但沒有關係 後期還有大量的一個黃金可以用 出這個大肉馬跟重裝騎士 再加這個奧不起 每一個單位 黃金都不超過31塊 所以這個可以省下大量黃金 去點這個科技 跟這個工程器貨海戰 所以波蘭的彈性玩起來是非常大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請大家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